好,再看完了生辞短语之后,下面来看看咱们的课文部分。 首先呢,先看看标题,十字刻标题叫 The Butterfly Effect,蝴蝶效应。 咱们先不管这个蝴蝶效应,先看这个蝴蝶,Butterfly。 Butterfly呢,大家可能先想到普奇尼一个著名的歌剧,叫做蝴蝶夫人。 叫做Madame Butterfly,这蝴蝶夫人,它本身是个歌剧的名字,这蝴蝶。 这个Butterfly呢,这个词还经常指那些交际花啊, 就是特别能够在社交场合上左右逢源的这些女人, 叫Social Butterfly,咱们中文,类似中文中的交际花, 也是用蝴蝶这个词,它很多地方都有使用,大声度下。 Social Butterfly, Social Butterfly,就我们常说的交际花。 这个Butterfly还有一个搭配,咱们用得多,叫 Have Butterflies,或者叫Have 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 在某人的肚子里边,当然也可能是胃口里边, 这Stomach是多一词,里边有蝴蝶在飞, 这说明某人忐忑不安,特别特别地紧张, 肚子里边有蝴蝶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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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才不停地飞,都非常的紧张的意思。 后面加不加这个In One's Stomach都行, 当然英国人都是Stomach, 美国人多数都是Stomach,这个都可以, 我们看例子。 这是世界杯决赛的早晨 并且大多数的运动员都特别的紧张 总决赛了 到了最后一轮了 这个好关键 心中都有蝴蝶在飞 就是have butterfly 或者in their stomach 都行 好 这是我们看到 butterfly 蝴蝶相关的常见搭配 但是本文中这个 butterfly effect 蝴蝶效应是怎么个事呢 咱们要谈到这个蝴蝶效应 第一个 咱们先了解一下 著名的混沌理论 这个术语叫chaos effect 这chaos本来就是大规模的混乱 什么叫混沌理论呢 咱们看大致这个介绍 它表示 small changes in initial conditions can lead to large scale an unpredictable variation in the future state of the system 就是一个初始状态下的小的改变 小的变化 就可能导致大规模的 无法预测的 在这个系统未来状态下的巨大的改变 一个小的变化 初始状态的小的改变 在未来会出现大规模的变化 甚至无法预测的体系内的大的变化 这是叫混沌理论 我们再接着看 那把蝴蝶笑是怎么回事呢 A frequent metaphor for one aspect of chaos theory is a butterfly effect 关于这个混沌理论的一个方面 一个经常用的一个比喻呢 就是蝴蝶笑 metaphor 就是暗喻的修辞 咱们说过 蝴蝶笑 什么叫蝴蝶笑呢 Butterflies flapping their wings in the Amazon effect of weather in Chicago 就是在亚马逊雨林里边 拍翅膀的蝴蝶 可能会影响到在芝加哥的天气 就是在亚马逊雨林里 蝴蝶拍拍翅膀 这么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的变化 到最后可能引起在美国 芝加哥的天气可能下一场大暴雨 这就是蝴蝶效应 初始状态的微弱的变化 可能引起难以预测的巨大的 后面的改变 未来的改变 本文中说天气一暴之难 它的原理也是蝴蝶笑 一点小的变化会引起巨大的改变 造成预言预测相当之困难